大家好我是Simon 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 留意到在温哥华的有一个医生 是肿瘤科的专家 医治身体都非常健康 但是最近却发现了患了医期的肺癌 平时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最后发现原来是家里面 地下室的有一种气体 导致了他的癌症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关于冬契这个话题 究竟什么是冬契呢 冬契其实是一种无色无味 无臭的一种天然气体 属于这种稀有的气体家族 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898年 由英国科学家首次在冬矿中发现 那么冬契的这个名称来源于 其实希腊语的放射性的一词 是地球自然界中产生放射性气体的之一 主要来源于这种土壤和岩石中的一些 放射性的一些衰变的过程 冬契对人体的危害呢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他的这种放射性的特性 尤其是在他这衰变过程中释放的这种alva粒子啊 长期接触这种高浓入的东西呢 可能只是与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增加是相当有联系的 而且这种alva粒子可以入侵到人体的肺部呢 直接影响了肺组织 导致这种细胞损伤和可能的癌变 吸入冬契以后呢 其衰变的产物可能在肺部的沉积 也导致的炎症以及其他呼吸系统的问题 表现为这种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啊 以及其他和肺部有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医研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冬季呢 可能与心血管系统的一些问题的有关的 包括了这种高血压啊 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 相比之下呢 儿童可能比成年人的身体更容易受到这种冬季的伤害 因为他们身体呢相对的比较小啊 然后抵抗力差一点 呼吸频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呢 儿童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冬季环境下呢 可能对其长期的健康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加拿大卫生部呢 在2012年的一项调查里面发现呢 在Saskatoon啊 曼尼托巴啊 New Brunswick 以及玉空地区呢 这些因为它的地质原因呢 而且面临这种比较高的风险 而相对来说 Nunavent啊 和爱德华黄之岛啊 这些风险呢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一点 冬季呢 是加拿大这种不吸烟人士患肺癌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你是又吸烟又接触冬季的话呢 那么患肺癌的风险呢 就会更高了 大约16%的肺癌呢 和冬季的暴露有关 每年导致3000多的加拿大人呢 因肺癌而死亡的 面对这种冬季的危害 如何去减少他们对人体的伤害呢 就是平时我们一定要保证这种室内的空气的流通啊 打开窗户啊 特别是在这种地下室啊 密闭的空间中啊 这种增加空气的流通 减少这种冬季的累积 然后定期呢 要对冬季呢 进行检测 特别是潜在的高风险的区域 比如说是Manitoba啊 然后啊 这个孕空省啊 这些高风险地区 或者是在购买啊 或者是租新房的时候呢 就最好就是进行一定的检测 另外呢 和这个建筑的结构呢 也可以做一定的维护啊 比如密封啊 这个建筑的结构啊 修复这个地下室的一些裂缝啊 缝隙啊 以及减少这种 冬季从土壤啊 通过这种墙壁 渗入到建筑物里面的可能性 那么在高冬季的区域呢 采取一定的措施啊 处理这个土壤 减少冬季的释放 我们平时冬季的浓度通常的单位呢 都是叫做贝克勒尔每立方米的 那么低风险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指数在100BQ每平方米以下的 在这个水平呢 通常呢 对人体的健康呢 都会危害会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到了100到200之间呢 这种就属于止中度风险了 在这个范围内呢 你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健康的风险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已经要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来降低这个暴露于冬季中的机会了 那如果是冬季的这个指数呢 超过了200BQ每平方米呢 那么在这个水平上 就真的是会对你的健康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需要马上采取这种紧急的措施 和更严格的措施来减少你的暴露 冬季指数呢 通常呢 是通过这种专业机构 来进行检测的 他们对这种啊 使用一些精密的仪器啊 对它的浓度进行监测 但是我们平时家里面呢 就是没有那么多精密的仪器嘛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现在越来越先进的科技呢 购买一些简单的设备 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种评估的 那么就比如我现在手中 这个小小的装置啊 非常小大概就是比我一个巴掌呢 那还要小的一个尺寸 就是我最近在亚马逊上面购买的这种叫做Ecosense 这个牌子的这个Eco Cube 这是一个呃专门是检测冬气的浓度啊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QR Code啊 然后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 然后直接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啊连接起来 然后平时呢使用起来就是用一根啊这个电源线 然后插在墙上 放在我们平时啊工作啊有时候小朋友玩耍的地下室里面 然后它就可以实现实时监控 而且它是每一个小时呢就会进行一次读取它的数据 你手机APP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实时的数据了 我刚刚把这个检测装置已经插到墙上 大概有20到30分钟了 那么我们来打开手机里面的APP来看一看啊 那么桌面上的这个Eco Cube 那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用到的APP 它跟这个装置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它实时的读取的数据呢是25 那么25是位于这个绿色区间呢 它是0到100的 那么黄色是100到200 超过200的是红色的 那么在黄色区间呢 你可能已经要做一些措施来保护你自己了 那么如果一旦到了红色的这个区间 超过了啊这个100的范围以后呢 马上你其实需要找一家专业的这种机构来进行 帮你做进行更深一步的检测 以及啊这种补救的措施的 那么其实这个装置我在啊11月初已经买了 那么回顾啊我地下室在这一个月里面的这个值数呢 最高呢其实是到了50左右的最低的大概20多 我发现这个跟气温和这个时间会有一些关系的 比如气温特别低啊 加上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毒素呢真的会是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在啊40多50的范围里面 如果平时天气正常啊白天的情况下呢 基本就在20多左右 还是一个啊比较安全的范围 因为我们家是2016年的房子 房子零相对比较新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可能会少一点 如果大家平时在购买有一定年限的 比如老房子几十年呢 304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房子呢 那么最好是不是要带一个这种简单的仪器过去检测一下呢 是不是啊对于自己的这种安全的啊健康呢 有一定的保障啊这个仪器不是很贵 那么大概就是其实在200多加币左右 大家平时如果在家里面担心小朋友在basement玩 或者平时长时间在呃就basement里面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 的确值得花这个钱啊小呃大概700块钱呢 就能帮助到你避免对身体产生这种一定的危害 好的那么我是Seven今天视频跟大家聊这个东西的 下次我们视频再见好的拜拜